消失近兩千年的燒臘畫又重現天日 目前全世界的作品不到一千件 它的創作難度就在於必須在高溫環境下作畫 所使用的顏料是蜂蠟 還有天然礦物色粉 目前燒臘畫創作 華人軒只有陳國強一個人 燒臘畫名稱也是由他命名 帶您來看看創作過程 一把明火在畫板上熊熊燃起 燒臘畫的創作過程 要用火不斷加熱 控制顏料的方向 目前全世界燒臘畫大概有九百多件 不外乎就是畫人像 還有畫動物為主 燒臘畫主要的材料是蜂蠟 而蠟的溶點很低 所使用的顏色是天然礦物的色粉 不能使用一般傳統顏料 在一般傳統繪畫裡面的話 它是算是熱作畫 那一般畫家都是冷作畫 就是直接顏料買回來就直接畫 那它這個是直接要加熱 然後在熱的狀態 持續熱的狀態下去做畫 燒臘畫創作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顏料都必須加熱 可以用電韻斗塗上顏料 在畫板上做畫 使用電落鐵 熱風機 只有八秒的時間上色 如果燒臘畫要在市面上來使用的話 勢必要面臨一個就是蠟本身是軟的 還有濃點是低的 所以必須要想辦法解決 那目前我在研發的工作上面 就是要想辦法把這兩個稍微提升 消失近2000年的燒蠟畫 30多年前在美國費城博物館被發現 讓人驚訝的是 保存2000多年的畫作沒有歸裂 褪色 使用儀器掃描才確認它內涵的元素 進而讓燒蠟畫技法又重新問世 你要先思考好怎麼樣 所以要新品牌 成功